3、2、1 请介绍 我们把碳足迹每立方公尺的处理 把它降到排碳量是280公克 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台湾三个污水处理厂 在整个碳足迹的排换上面像是降得最低的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对于我们的污水处理的自动化 跟我们的高效能的处理都达到一定的标准 我想我们未来内湖污水处理厂这边还会继续在哪路里 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生态环境 其实它的处理越佳 它的水值越佳 对周遭的包括水值的基隆河的排放都有很大的提升跟帮助 另外就是这样的排碳量 我们也希望说作为全国的领头羊 能够也引导一些相关类似这样属于需要高耗能的一些处理厂 它能够多对社会做到进一步友善的这个社会责任 出席揭幕仪式的环保局长吴胜忠肯定内湖污水处理厂投入碳塑机减量的用心 不但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所产出的再生水水质良好 更成为环保局近年洗少街道降低阳城与减少空污的利器 捷衣能的同时 我想内湖厂它一直把水质做得非常好 它现在BOD差不多四左右 那暗淡也就是三 那假如再生水的话 它还做过例 这个我想对水质改善非常好 那我们环保局也可以用这个水来做洗少这用 降低这个阳城 这个我想所以对环境空气污染帮忙会大 所以双重意义 这个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内湖厂今天有这样一个全国最低的这个碳排的这种碳足迹 主管的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方面表示 未来除了计划进一步降低内湖污水处理厂的 碳排放量 包括民生 滨江及设置岛这三座新的污水厂 也将采用三级处理 为2050净零排放尽一份心理 透过操作的精进跟节能设备的改善之外呢 我们希望可以在三年后 把这个280克降到250克以下的目标 除此之外呢 我们目前新盖的三座污水处理厂 民生 滨江 设置岛 都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 希望能够对我们整个水域环境有更好的改善 也可以将部分的水能够处理之后 回收再利用于市区做民生 刺激用水 可以为2050净零排弹贡献心力 内湖处理厂厂长高所会表示 内湖厂主要碳排放源 来自处理服务阶段的电力使用 未来将持续透过智慧节能系统 台湾老旧设备 并采取高效能产品等方式 有效控管用电设备提升人员效率 落实北市府节能减碳政策 共同迈向低碳社会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